可否幻想一下30年後 那些銀行是怎樣的 有沒有銀行的?有沒有分行的?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我看不到30年之後 但我看得到 譬如說未來5至10年的發展是怎樣的 譬如現在我們好像說那些 存款、儲蓄、買賣股票、債券 或者是外匯 甚至乎是做貿易、信用卡、流雨案件 這些全部都會在手機上做到 電子化 電子化 當這些東西電子化的時候 別人就很容易把一間銀行和另一間銀行比較 比較他們的價錢、服務 當有這樣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你的競爭就越來越激烈 競爭激烈的價格一定會降低 降低之後就變成成本 你就要想想怎樣去減成本 控制 控制成本 控制成本就一定是用科技的 不能用現時的方法再去做 那你說有沒有分行 人也很有趣 我看了這麼多年 譬如說那時候 1990年的時候 他們開始說有互聯網 很多銀行就說有互聯網 以後就不會有分行 不需要分行 人們就說我經常只看著機器 那些銀行到底存不存在 是不是真的有錢 是不是真的有錢 他有時要看到分行 他才高興 對… 所以有時你看到在美國那裡 有些科技很發達的 專門炒股票的公司 其實他們現在全部都是電子化 但是他們都開一些小的分行 在街道上 等到別人走過也看到 這裡有一間這樣的公司 換句話說 我們這些年輕人還有工作 不用怕 有工作 其實每一件事…當你一路變化的時候 都會一路有工作 但是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科技的變化 比人的變化快很多 當科技變化得快的時候 人怎麼可以跟上去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們現在香港很多年輕人 對社會有很多不開心的地方 其中一件事就是 我都沒有上流機會 我跟黃東勝都不同 黃東勝幾十年前 你看看他現在步步高升 做到大班, 住大班屋 我哪有機會 那你覺得怎麼樣? 這個想法一定不對 為什麼呢? 你不是看騰訊、阿里巴巴 這些新的科技公司 有多少強人出來 這個世界 你想想, 中國有樽水 樽水上市 你也可以有這麼多錢出來 是, 首富… 我覺得這些事根本是有不同的企業 會發展出來 所以我經常有一件事說的就是 新經濟、舊經濟 我們現在香港這樣 我們很多時候說的就是 銀行、地產、旅遊 或者跟旅遊有關的事 其實這些都是比較舊的經濟 新的經濟是甚麼呢? 科技、人工智能 是的 醫藥上的新的科技 以及環保等 這些全都是新科技走出來 其實如果我們年輕人繼續有希望 我們香港要發展新的科技 新的經濟 同意 不只是得救的經濟 同意… 我想到出來, 但兩個字也說不到 但我… 讓你再加幾個字 再加幾個字 我似乎是說 我們的前途在我們自己的手裡 好的 對, 這個合理 其實這個放豬四可如皆准的 就是我們年輕人 聽到他們有些很不開心的事 我也是跟他們這樣說 我不要讓他們支配大環境你 你自己要努力闖出一個世界 就是這樣 是 這個是非常好 謝謝Peter 謝謝…